Odia Jungle 土地上开始了惨烈的厮杀 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对参战双方 尤其是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俄国来说 这场战争仅仅是次要战略方向上的利益争夺 如果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后果无非是失去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而对于日本来说 首先关系的是它的大陆政策成败 由于日本明智维新和对外扩张是同时并进 相互柔和促进的两个方面 所以一旦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失败 日本自明智为新以来的所有成果将化为乌有 甚至日本能不能作为一个国家 继续存在都将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就如同东湘平巴郎在对马海战时说的那样 皇国兴费只此一战 这场战争是关日本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自从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海辽事件开始 日本便准备对俄战争 当时日本人口只有4400万 不足俄国的三分之一 为此日本从甲午战后便开始利用中国赔款 大力加强军力建设 陆军从甲午战争时的20万机增至1904年的38万 而且有大量预备役 1904年与俄国开战前 俄国情报机关估计日本动员极限为180万人 同时从英国造船厂 为海军舰造了大量新式军舰 到1904年日本海军总吨位达到了27.85万吨 而同时期俄国陆军长备军 总兵力约105万人 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人 俄国海军舰队总吨位达到68.5万吨 虽然俄国实力远远高于日本 但是由于俄国90%兵力 部署在欧洲方向 所以具体到远东地区日本的实力要超过俄国 日本正式看到了这一点加之俄国国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造成沙皇统治部门遇到困境 才敢于向庞大的俄国开战 在战前日本人自是准备充分 估计可以在五个月内打败俄国人 但是战争爆发后才发现俄国人强大的国力 并不是那么容易应付 战争爆发后 日本所有军队全部投入对俄作战 由于伤亡惨重 多次在国内进行军事动员 服役年龄限制延长到了37岁 在战争中总伤亡达25万 以至于日本著名的将军乃木西典 率领军队胜利归国时 乃木于船中迎风洒泪 傅施曰 黄石百万征强鲁 也战功成师作山 亏我和颜健富了 凯歌今日几人还 在欢迎他们的人群中哭声一片 可见人力损失之大 对当年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日本来说 战争造成的物质消耗更加难以承受 到战争结束日本共消耗军费15亿日元 这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惊人的 日本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压力 向日本民众征收了大量资源 加重了人民负担 在日本成功取得战场的胜利后 俄国也无意再继续战争 由于甲午战后 从中国所取的巨额赔款刺激了 日本 所以作为日俄战争胜利者的日本 在同沙皇俄国的谈判中 认为 这次也要召计病房侦办 要求俄国赔款日元30亿 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得到报告后一口毁决 声称其他条件可以谈判 但是赔款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日本不同意可以再打一仗 于是筋疲力尽的日本人只好建好就收 由于受到战争削弱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经济发展教步都相对放缓 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 才从中恢复过来